今天來到廣州市潘漁區的五州城國際建財中心 號稱廣州最大的裝飾材料批發市場 在五一期間有優惠活檔 大家一齊看看 五州城國際建財中心位於潘漁區迎賓路 附近有新綱快速路和地鐵三號線 交通十分便利 現在進去其中一個展館看看 外面這排店舖有洗手間結具和地磚 裡面除了有國際品牌之外 也有中國品牌 這間是國際品牌 賣淨水器的 其實就首先在中國出了名 這些就真是國際品牌 TOTO大家都知道 日本牌子 門口因為疫情原因要量體溫 和進來的人都要戴口罩 不過目測都是有戴有不戴的 每間店都是銷售市 多於那些客人 產品線很齊全 而且造工都相當細緻 下邊是第一層 有兩三間國際品牌 然後夾著一間中國品牌 導人在 Natural 動一用 下面 動一用 動一用 wurde 動二发 寫着轻车订制的,或者寫着整屋家装这些,这些的档口越来越流行,其实它们将装修公司的一部分工序呢,就自己拿来做,这些算是逆市自救想出来的办法了。 大陆这里很流行炸金蛋这个东西,就是你买完东西,埋单的时候,就给你一个锤子打一只金蛋,刚才在下面一楼那里,你都见到有金蛋的,一会儿走走走,你都会见到有些金蛋的。 那,博中了一只金蛋,里面有一些礼物,就送给你,哄你开心。 那,就是这些了,金蛋。 这间店铺的颜色设计和配搭呢,就是我的风格。 那,你看,看,看,看了什么好看。 好看哦 看,看,看,看! 看,看清楚这些,没来看。 看呗嘴,看! 博世在大陸算是比較出名的大牌子 不過在這個裝飾材料批發市場呢 我又見不到MIRROR這個牌子 方太、歐派這些屬於大陸的知名品牌 他們的產品線都很闊 衣櫃、廚櫃、木門、衛浴 衛生間用品 他們都做得到 一大堆金蛋等著大家來幫 不過今天還未開齋 今天 這間商場呢 那些設計的Style呢 我自己認為 我覺得就是抄了香港有一成的 三樓呢 這些是牆子 雨膠漆 叫做龜祖泥 把那些泥呢 塗在牆子上 嘩 吸濕 現在來到一間 輕車整體裝修的樣板房 屬於中國現在流行的輕車封 這個樣板房呢 就在另外一棟的寫字樓的上邊 帶大家去到另外一個寫字樓上邊了 可以 長體呢 全部都用 板材包著 嗯 傢俬全部都量身訂造 屬於啊 簡 簡裝 又帶少少奢華 現在來到商場的外邊了 現在來到商場的外邊了 這裡有少少像溫哥華 新加坡那些 外面 一條街 兩邊都是 店頭 一大片這樣呢 就厚排行的 一大片這樣就厚排行的 今天呢 我由上午啊 拍到現在 下午三點幾 現在才感覺呢 多一點點人啊 那邊呢 都是 一大片都是 賣裝飾材料的 有賣燈的 有賣窗簾布的 有賣窗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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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燈的 風格呢 就比較古老一點 裝飾材料成其實都很大 有賣窗簾 那邊有賣窗簾 那邊看過去呢 有一大片 那邊看過去有一大片 其實在這裏呢 大部分呢 都是大陸的品牌來的 基本上都是 都是大陸的品牌來的 基本上都是 在外面呢 走的 天花吊頂 這些是 洗手間和 廚房啊 那些天花吊頂來的 那布藝呢 就 窗簾布啦 還有 牆 都用布 這麼有趣的 那我又見到有一間 又有金蛋 是很輕的 在這裏 擺著金蛋 在這裏 門啊 這些門啊 好像大排檔一樣 賣的那些 衛生間的結具呢 這些 擺出來了 好像大排檔一樣 在這裏呢 你目測一下呢 基本上是沒有人戴口罩啦 是沒有人戴口罩啦 是沒有人戴口罩啦 我會不會 也要做到什麼 我會不會 再去 燃口罩啦 哪一隻 感谢观看